师父涅槃前未发布的经研 一 编者案 师父闭关期间至涅槃前夕 仍然孜孜不倦开示佛言佛语 并做了诸多开示 现在尚有十篇尚未发布的开示 仅依此经研 以想广大佛有何弟子 师父一生奉献众生 无我利他 直言片语中 皆是如来智慧 令我们受用终生 博客将每周一天发布 与大家共沾法语甘露 反复地锻炼才能坚定你坚强的意识 菩萨怎么会成金刚的 百炼成刚 炼就是炼就你的心力 不被外境所困扰 无论外面再怎样 你都不改变 这就是心力 为什么有些人碰到事情就变 而有些人如如不动 这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力量 坚持念经 会有心力 坚持自己的理念 会有恒心 坚持不下去的人 因为自己的理念 不够坚定 所以才经常会恍恍惚惚 有时候恨恨自己 就是因为不够坚强 经常变来变去 心有所动 心随进转 心随进转的人 不能战胜自己 不管外境怎么变 你还是做你的工作 这就相当于 你在工作单位 人家把你调到 其他任何部门 你都好好工作一样 不会因为部门变了 你就工作不努力了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什么叫意志 意是从你的意念中来的 志就是你的志气 你对某件事情的坚持 就会有志气 意念决定你的意志 意志锻炼你的意念 意志可以让你的意念 更加坚强 意念就是念头 一念善升天 一念恶下地狱 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念头 要靠自己坚强的意志 这就是最重要的 人生虚幻 心转一场梦 心转静转 心如茫 心如金刚 无所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